故事是嘎嘎精彩 喜欢听的给老弟来关注 来个赞抱拳的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 周小斌在当天下午领着刘汉刘维 包括北京阿师部的郑助理郑少东 已经快到了吉林长春西安大陆的吉隆坡大酒店 那么也是早2007年 吉林首富范亚集团董事长范尔旭 以及哈尔滨行长叫做高晓三去火拼 你看这边范尔旭也得到消息以后 紧盲锣鼓的去马银 也是给这个周小斌布下天罗地网 我要用白的跟黑的一起拿捏你 那么范尔旭首先就把第一个电话打给了 他的金牌大手叫做宋小义 宋小义啊 这边银都马好了吗 随时听我电话 马上就到这个西安大陆吉隆坡大酒店集合 当时宋小义也说了 老大跟周小斌火拼 我可以为你赴汤蹈火 但是我没有信心能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就是说我害怕周小斌了 因为之前在这个范亚集团 也跟刘维他们啊 这个就火拼过 但是这个宋一他们没敢出来吗 这范尔旭这一天 那也得准备 这样大哥 我已经找好银了 也是咱们长春一个比较有名的 而且不怕死的 叫做能活到2007年的一个大哥 叫做好树春 这范尔旭这一听 好树春 我好像略有耳闻 他又不怕死的兄弟吗 说有 这样马上让他来到西安大陆吉隆坡大酒店 来见我 多钱我拿 啪扎这么一挂 你看宋一直接就脱关系 找到了 这个2007年 这个长春的大哥 叫做好树春吗 这边好树春也是当时在外武县 卖什么虾爬着兵虾的啊 跟兄弟们啊 倒是也是混的啊 也是风生水起嘛 这边但是没接过什么大单的 这当时小弟过来了 大哥 大哥 来大单的了 我怎么了 这边就说了 吉林2007年首富泛亚集团董事长 范尔旭 要找咱们去干票大的 在西安大陆吉隆坡大酒店 这好树春这一听 卖什么瞎爬着 这那的 找找 爸爸你看 开了两辆破面貌车 拉着七个兄弟 爸爸 也就来到了吉隆坡大酒店 这边 一来到这个包房内 东南酒 一看 做的一个非常有气派的一个男爷 啊 这就是范尔旭 您也是咱们吉林 啊 说不愧是吉林首富泛亚集团董事长 范 范 范总 啊 这边 怎么干 首先呢 我想让他一辈子 找你销唷 找你销唷 范总 我也不会说你找我销唷 销唷 的五百万 范尔旭当时这一听五百万 他就想起来了 当时 在这个 吉隆坡大酒店 找的那个马来西亚 伊克拉姆小沙沙 在那个跟周小斌 他们火拼的时候 林阵脱逃了 后来给家家没跑吗 但是 也是生死微博 范尔旭当时 心里 就有点 嘀咕了 说 这样吧 我给五百万可以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你们绝对不能跑 这好树村说 我绝对不能像那个杀手 我的兄弟 不知道什么叫啪 这样范尔旭 按道上的规矩 你先给拿三百万的定金 这个活 我接了 而且 写张纸条 这是我的电话 随叫随到 范尔旭这一咖 这小子真想接这个大单 一瞅这小子大脸盘长得 方脸 也不能跑 好赵啊 到我车里 给他拿三百万 在后备箱了 爸把你给几个拉尾箱拿过来 你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去数一数 那讲过来的 不用数了 这边 你看也挺兴奋的 就忘问了 是搞谁呀 当时 这边领不领想起来了 对了 范总 我问一下 咱们搞谁呀 有一个梅老板 叫做周小斌 周小斌 范尔旭这一条 这小子 认识周小斌呢 那要是认识 这个大人他也不能接呀 说你认识周小斌 我不知道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周小斌 范尔旭说 我要是说 是你认识那个周小斌呢 你是怎么认识周小斌呢 我也是在头几年 我帮这个 咱们 长存这个 已经下来的 米老鼠 米蜂军 也是在这个 吉隆坡大酒店 周小斌的音挺狠 听说他 白盗 那个背景 也挺牛逼的 他们当时给我 我们 拿那个七七四给顶上了 范尔旭这一天 你这不也手下败将吗 你们没有枪吗 我们有 有六把五连着 这样 把五连着都带上 把周小斌 给我销户 你要说是周小斌吗 当时好数分 也有点打错 但是金钱的诱惑下 好数分说了 范尔旭 这得一千万 如果你同意 马上我带着三百万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二十小时为你开机 谁叫谁到 指定给你销户了 范尔旭说 行 你看 他金牌打手送益 也害怕了 你不能再 这个短时间内 也不能再走 比他个狠的仪了 行 周小斌 周小斌也值一千万 这样 你先拿着三百万走 我谁叫谁到 好了 好 周兄弟们 爸爸你乐完了 这边 也就早好黑的 你看随后 范尔旭 就把电话 又打给了 他的大哥 叫做张小明 也是神秘人的儿子 来 大哥呀 这边呢 周小斌他们 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 也就来了 张小明说 这样啊 你们整天在我耳边说 这个周小斌 周小斌 我也没见过 你们 也就是为了高速工程利益关系 这样啊 晚上我过去 我找你所说的那个周小斌 他到底有多狂 我呢 是是他的脾气 我看他对我的态度 是不是予以气气 如果是的话 我让他把这个项目放下 不就结了吗 啊 你别老搞这些 火瓶的这那的啊 这边范尔旭这一听 大哥 行 那我相信你 你看 这个张小明 虽然是神秘营的直近亲属 但是他给别人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口无遮拦 或者是大大咧咧的这种感觉啊 他的着装 也是普普通通的 像一个普通言 这边你看 也就联系好了 这边范尔旭也说了 大哥 那个 马上你就过来吧 在这个西安大陆 吉隆坡大酒店 VIP酒坡房 我一会就到 啪啪一挂 你看这个时候范尔旭 又把电话 打给了高小三 说那个高小三啊 啊 高中 我这边黑的白的都找好了 这边 张小明 我大哥一会就过去 你在这个VIP酒坡房 等着 然后你要那个邻居 把身上那个一把七七四 揣着到门口啊 那个做一下应节 如果咱们在里面 看周小斌是什么态度 要是真要火拼的话 他走的时候 不行 给他来个案的 说他想谈 那就让我大哥再出来 让我大哥先隔壁的包房等着 毕竟你是周小斌这边来了 也不知道是先谈还是先干 你看这边也就定好了 随后呢 咱们再把视角转回到周小斌这边 周小斌这边呢 到了这个吉林昌川 也是当时找了一个饭店 这边补给一下 然后宰着嘛 半晚六点钟 也就到达了吉隆坡大酒店 这个门口 这边放上去 这一等 等好几个小时 就把电话打给了 正在门口 又下车的周小斌 周小斌啊 你赢丢了 你是失踪了 还是迷路了 周小斌说 你别着急呀 我已经到了门口了 弗安旭说 那怎么还得我出去迎接你吗 周小斌说 那倒不用了 范总 我自己是长腿的 这边呢 如果你说 我周小斌失踪了 那我可能是被你消祸了 我有印 但是你说我周小斌迷路了 我呢 也是来过吉林长春的 你富尔旭 在我的面前 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梅花路 我是来吃路右的 富尔旭当时这一听 行了 我在VIP酒包房等你 你进来吧 不愿意跟你拌嘴了 这边周小斌讲话来 这呀刘维刘汉 把枪都给我上上堂 马上随我进去 这郑少东这一看 小斌 我来了 我希望你今天是谈 这边呢 你别老打打杀杀的 周小斌 当时这一听 他第一他不想谈 但是郑少东来了 那么第二呢 他AK47确实没在手里边 那还是谈吧 先听郑少东的 这样 那你就先跟我进去 刘汉刘维 在门口应接 这边你看郑少东 跟周小斌也就下车了 刚下车 你看郑少东这一摸兜 只带了一个证件来 这样刘维 把你手中的那把海鹰 把这都给我 你看他俩就揣着去了 揣着去了 这个时候 就来到109包房了 那么咱们再把四角 转回到车里 刘汉 刘汉到时说了 我告诉你啊 刘维 这手里的七七四 今天是你拿的 你别像上回 在这个东方饭店 你再把周公子 给弄丢了 或者弄伤了 我告诉你 周公子如果 今天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还得拿你试问 就是说 我哥俩 如果没有周公子 周公子死 我哥俩马上就得死 因为周公子 我们在给周公子 保驾护航的同时 周公子 也在这个一定程度的法律上 给我们保驾护航 这边也是把刘维给凑一顿 刘维说 哥 你就会这么说话 我知道 你看这边巴巴的 这周小斌 跟郑少东 也就把这个VIP 酒包房门给推开了 应路眼帘的 这屋内就两个人 范尔旭跟高晓三 范尔旭当时 说了一句挖苦的话 周老板你来了 这两天也是听说 你在哈尔滨玩的挺愉快 周小斌当时这一天 也没有回应他 直接跟高晓三 来个四目以对 周小斌说到了 说这个高总啊 我也是拖你的福啊 我在哈尔滨也是九死一生 如果你真没有给我下药的情况下 我还真就能把你当成真心的朋友 这边你看周小斌就要激眼了 这郑少东这一咖 这是进来谈的 这还有饭桌 周老板 我们里面先坐吧 坐下再说 周小斌当时 一听郑少东提醒一下 好 先过去坐 周小斌坐下以后说 我来呢 就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告诉这个承包项目 我全要了 第二件事 就是你高晓三 给我下毒的事件 咱们也要有个结果呀 当时你看话音刚弱 这高晓三 你还坐着站起来 周小斌我告诉你 你要的结果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这方晓三 这一咖 这周小斌首先进来 是是要谈的 还有他身边这个人啊 这边方晓三 说哎 高晓 你先息怒一下 这边呢 周老板 周小斌 你说的这两个条件呢 我们俩说不算 这样 你让我打个电话 我接下来让你见个人 你跟他俩谈 他说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周小斌这一天 你打 啊 你不就是 讲话的 给这个吉林 白道一把小王民打吗 你给小王民打 小王民来了 我也是这个态度 范旭说 我还真就没必要 找这个小王民 喂 大哥 周小斌来了 VIP 酒包房 把插这么一挂 你看张小明这个时候 从隔壁包房 啪啪一笑 就把门给摔开了 当时周小斌 这应路眼帘的 和这小子 身高一米八三 体重二百多斤 穿得普普通通的 何许淫影呢 啊 这范旭就找这种人来啊 当时你看 这张小明进来以后 他也是五马长强的 简单只给嘛 简单粗暴 啊这样的 我问你们俩 你们俩谁叫周小斌 这边周小斌这一刻 哎呀 这哥们挺有意思的呀 啊 我这位兄弟 你找周小斌 张小明这一看 你大话了 你就是周小斌呗 这样啊 这两天在长春呢 我耳边一直响起 驼铃声 这就是你周小斌 周小斌 你周小斌 就这么牛逼吗 周小斌这一天啊 这小子五马长强的 啊穿得普普通通的 他有什么能耐啊 哈哈哈哈 但是挺有意思的 周小斌笑了 哎 哎 就是非常牛逼啊 你能把我怎么样 张小明这一天啊 你牛什么逼啊 啊 你爸爸不就是北京的老州吗 你这样 你给你爸爸打电话 让他跟我谈 你看你爸爸 牛不牛逼 你爸爸遇到我 他也就不牛逼了 周小斌当时这一天啊 你把话给我说 话给我放尊重点 你到底是谁 这边郑兽东也在查研观色呢 这小张小明这一看 我不亮 我爸爸是不好使了 对不对 张小明你看 从怀里直接掏出来 这人你是特别想知道我的身份 来 也是大大咧咧的 口无遮拦 把他那个全家福给拿出来了 他妈还有这个神秘严 还有他这张照片 唯一张照片 往桌子上一拍 你看 这边呢 就是要你看的意思 周小斌当时不屑一顾啊 就是你拿一张照片 对不对 我混社会混了三四年了 说哪有说 拍出来AK47 拍出来774 哪有说谈判的时候 拍出来一张照片呢 但是郑兽东 咱讲话 查研观色呢 把这个饭桌的大砖盘一转 转过来了 郑兽东拿着照片一瞅 吓一跳 这上边有神秘因 带这么一瞅 有一个女的旁边 就是这小子 而且这个女的跟神秘因 岁数仿佛 当时郑兽东 就感觉 这张小明不一般 用脚提这个周小斌吗 周小斌当时不屑一顾 这边紧着提 周小斌 把目光转过来了 郑兽东把照片递给他了 周小斌这一看 照片上 这个五大三出这个小子 就在照片上了 旁边就是神秘因 而且还有一个女的 正在搂着他呢 周小斌当时瞅着郑兽东 就因为这是什么关系啊 郑兽东说 可能是全家福 周小斌说 这照片是真的假的 郑兽东呢 以前是远广东 这个二十厅的 然后上吊到这个郑住里嘛 他有很多经验 这不像是假的 这也不像是皮的 这边你看张小明说 看没看够啊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给你爸打电话 你就问你爸 怕不怕照片上这个男人 周小斌说 这照片是全家福吗 这照片的男人是谁呀 张小明说 废那么话 全家福全家福 你不知道吗 那是我爸 这样 你马上打给你爸 然后呢 我随后打给我爸 如果说你爸不怕我爸 我那么从这里边爬着出去 周小斌当时这一看 这小儿挺嚣张的 又问郑少东了 真的是假的 你敢百分之百确定吗 郑少东也是破获 这个张子强案件啊 他经验也是老道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是真的 你冷静一下 这边张大明 又说了 马上打给你爸 你要是不打 我打给你爸来 这周小斌这一看 这五大三出的 他确实有点把我镇住了 因为照片上 这个男人呢 他比我爸狠 是什么人 这样 你老样我打给我爸 我打给我爸 我怎么说 我说你是谁 就问你爸 你不认识 张小明 周小斌这一看 好 我就打给我爸 当时周小斌这手 揣着都这手 拿着电话 直接起身 走到这窗边 就要打给他爸 你看这边 张大明 也是啊 给这个范儿旭 还有这高小三 一人能跟划着 搁着四目以待 这边 郑少东也是 察言观色呀 这小子不一般 这照片 我刚才断定是 99%的 这是百分之百真的了 你看周小斌 这个时候 也把他爸的电话 给打通了 那老周 正在晚上六点 五十五分钟 正跟公共情因 汤小畅在一起 也是摸着大腿 也就接到了 周小斌的电话 你看接下来 又会怎么办 咱们下集 见